段青衣段女侠 不知你来我开封府 作为何事 展昭展南侠 难道入了宫门以后 见到故人 也要审问一番吗 前些日子开封府很热闹 你又刚来开封 所以询问一下 你的事我知道 你别算计了 不过 我知道是谁 是谁 就是那张瑶佐的大公子 张峰 果然 那不知展大人 今日是与 何人在此相约啊 展大人约的人是我 我倒是从未见过你 人家叫莺莺 刚来不久 张公子身边却是 那燕燕云上这些老人 怎么会知道我呢 好 你个小妖精 才刚刚来几天 就得到了展大人的垂青 有机会 我可要领教领教你的本事 那张公子 下次记得着我 好 你还跟我说 长安要知道分寸 那段青衣为什么穿成那样 他是旧师兄 我也是旧师兄啊 你这态度也前后变得太快了吧 你跟他不一样 我那时担心你 我才不相信呢 你是喝醉了才这么说的 小七 我没骗你 那谭章 不仅仅是段青衣的师兄 更是他的相果 我 我的妹妹长大了 你把我换成我 你 我 长大了 哥 你别骗我 你不敢找我 久闻开封府有著名的玉闸三道 啊 大人 如果你真要闸我 那也得是那个 骨头闸才行 张峰 你真的以为本府不敢闸你 来人 上狗头闸 真闸呀 你 等等 吴昭 王爷 呃 那丫头 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展大哥 看你晚上没吃饭 给你煮了碗面 既然已经吃过了 那我先回去了 别别别 正好我也没吃饱 开封府接旨 开封府上下 不遵皇命 擅自调查 撤销包拯全支开封府市一职 降为三私户部副使 并上交相关政务 事宜惩见 隔除斩昭 四品御前带刀侍为一职 暂收押于开封府御内 择日审判 钦此 臣包拯接旨 你 对了 圣旨没有问题 你 别太难过 展大哥 你不觉得我们永远比别人晚一步吗 白宝镇死了 我们去查白宝镇 张峰死了 我们无路可走 这宫门规矩 永远让我们比别人晚一步 小七 宫门规矩不是比别人晚一步 是让我们有理有据 有理有据有什么用 当时张峰被抓的时候 就应该一刀把他给杀了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死 小七 认得出来吗 当时离得太远 只记得他们的武功招式 不过不难 帮我这儿水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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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剑仙石在我这儿 你们拿的是假的 开封府查案 你 你们俩 还要你 留下 其他人走 方才有什么收获 还是去晚了一步 没事 这么大一笔赃款 想要运出京城 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这个张峰 我看不简单 我看那张峰的身形 与青袍人相似 可试了一下 却发现他没有内力 说不定他是装的嘛 想什么也没用 必须回去 二哥 你看我这身上的伤才刚好 美好了还 再说了 今天可是中秋节 我们再晚一天再走吧 就一天 就起码跟开封府的人 道个别再走啊 明日一早起程 不许再找借口 二哥 二哥 明日之前 你若是能徒手将这水缸的水打满 我便教你用刀 如果做不到 以后就不要再提报仇之事 我会做到的 我会做到的 没事吧 没事 走 展大哥 你是在等我吗 哦 我刚刚有事耽误了 所以才迟到的 好 我知道 走吧 去现场 暗花 这是张瑶佐给他手下 左苟起的名字吗 不错 先是追魂三世 又是江湖各大门派的高手 他真是下了大手笔啊 这么说来的话 那这衣服上的刺花 应该是他们暗花之间 联络沟通的方式喽 遭难的都是江湖中 行侠仗义的英雄豪杰 我肖默 不愿意看到他们枉死 也不愿意看到更多的人 死在张瑶佐的手中 深夜击鼓 是何人名冤 小女子白盈月 并无冤屈 那为何击鼓 名女白盈月 犯下滔天大罪 特此前来请罪 妄包大人责罚 何罪之有 我杀了那个狗官 张瑶佐 封承令已经解除了 刚才听莫言姑娘的师兄说 明天一早就要带她走 来 舍得吗 舍不得 但你又不想让自己的义己私欲 去影响莫姑娘的选择 对不对 你这么做 真的不后悔吗 傻丫头 这是我心甘情愿 你一定要照顾好白小姐 我会想你的 你也一样 展昭 在 照顾好莫言 佛奏定不饶你 生死相互 贾大人 时辰到了 二位该启程了 好